你今天怎麼在這邊 不知道 媽媽幾點去接妳的 一點 我說要帶妳來幹嘛 帶妳接 妳都知道 那等下醫生問妳問題 妳會回答 會嗎 OK GO 帶孫小文來複診 約上次來復健科 結果那個 復健說就約那個 語言老師跟職能老師 來評估她的狀況 然後今天約到了語言老師 對然後語言老師說 我們直接去四樓 帶孫小文去四樓 兩點的時候 兩點的時候預約做評測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四樓 直接拿診斷書給她報到就好 因為她已經幫我們約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職能老師 職能老師是11月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看 欣小文的評測狀況囉 報到完了 這個是他們的台大醫院兒童的 復健診療中心 一開始門口有一個報到櫃台 這邊有個報到櫃台 然後跟她報到以後 她就跟你講說 要去哪一間兒童診療室 那小文是被拍到2號 現在沒有人在裡面 所以小文好像很期待要進去耶 對不對 是嗎 有椅子 有椅子 對有椅子 前面也有椅子 我們去前面坐好不好 兩點再過來 因為我們是約兩點的 因為我們是約兩點的 那我就先報到完 然後大概再十分鐘吧 然後再過來看看有沒有老師 然後再送她進去做治療 但是做評估啦 那應該家長是可以跟著進去的 所以等一下再看看囉 開心 你今天很開心喔 你的椅子 還有我 對 好啦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看看囉 OK 大概兩分鐘 今天教室就有老師來囉 ßen小微 术爸爸就會就 書到就也 出點大 出點大 你今天是故意講那麼多話就對了 是嗎 平常那邊 it講那麼多話的 蛤 很可愛的腳事 很多東西 再等 等待著等下要評估喔 再跟大家講評估的結果是什麼 好喔 喔 摳摳摳 自己敲門了 很棒 對 心是誰 好 我剛剛差點 我剛剛以為在對面 還好有看到這次語言治療師 想說都是二 所以就想說 我還先消毒 好囉 準備要進去囉 好 請進喔 哈囉 小文 可以放這裡 哇 有烏龜耶 門要關嗎 謝謝 謝謝 脫鞋 請脫鞋 坐這裡 你坐綠色的椅子喔 我要脫鞋嗎 我應該不用 媽媽不用可以做這個就是這樣子 對 好 媽媽今天為什麼還帶孩子來公公呢 因為她從小到現在就是講話其實不太清楚 講話不清楚 然後她不愛表達 喔 也比較不愛講話這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講話不清楚 人家聽不懂她就不想講 因為講了以後她常常就說 不是這樣 就妳就說妳在說什麼嗎 不是這樣 然後媽媽就開始生氣了 喔 會比較不開心 就開始 就開始 就是開始有一點覺得 我都一直跟她講說 妳再說一次 妳反覆再說一次 我應該會聽得懂 但是她就是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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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嗑的音 我都發不清楚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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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清楚 對 那媽媽有覺得會變成哪一個音嗎 有 有 嗯 妳這樣講 會有點像 嗑 會比較接近嗑 對 那在其他理解啊 會覺得 有時候人家拿東西會拿錯 或是比較不理解問題嗎 不會 她理解我覺得是OK 理解是OK的 但是就是會變成她的 個性會變成有點 不解 不表達不想說 嗯嗯嗯 了解 我不知道是因為說話說不清楚 所以她就 她就會變成這樣的個性 然後再就是一群小朋友 如果都在互動的時候 她 比較不願意跟大家一起 嗯 對 對 那目前講話 媽媽今天不希望表達 那最長的話 可以說到什麼樣的句子呢 目前的話 她可以自己說 學校發生的事情嗎 你們今天在學校做什麼 會 她會說 但是其實 不會很多字 就是 會說 但是不會很 就是 片段片段 片段 就是片段 你會有點搞不清楚 想講什麼 就是片段新聞 片段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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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沒有頭跟尾 好 對 就忽然想到她就說一件事 對 對 我們再講 那我們要一起來看圖片囉 可以嗎 烏龜陪我們一起好嗎 對 那你叫什麼名字 名字 名字叫我 阿 你今年幾歲 八歲 三歲 三歲半塊四歲 他一月一號生了 再兩個月就四歲 阿 你家裡有什麼人 你家裡有誰 Daddy 爸爸 還有呢 爸爸 還有嗎 爹爹 你可以從一數到十嗎 有啊 爹爹爹 噢 再慢一點 跟著老師的手 就是爸爸打來 對啊 他沒有耶 你只有七十耶 六十五 他是叫你量身高 換我 那你要幫我量 多少 你到 你有幫我量嗎 一百七十幾 一百七十幾 超過一百七了 一百七十 超過一百七了 他剛剛說媽媽你要長到一百七才可以 我長超過了 嗯 耶 好 嗯 評估說他 比較 沒有他在表達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主動表達 然後 他的理解能力什麼都還不錯 對啊 然後就是變成 他是說你在家裡你要引導他 講出他的想法 讓他多練習去表達 要不然他就是不會說 對 對 已經表達太多了 嗯 已經表達太多了 哪有啊 追小米才 追小米才表達比較多 哪有 那不是 昨天晚上也是啊 嗯 不知道他幹嘛 就一直要 又要讓他講幾次講幾次 每次都說不要再講幾次 他是說 他是說 他是說建議 故事會本 你就拿一個會本 然後讓他練習講講看裡面的內容 不是講他自己的想法 是去練習 表達一樣東西 對 對 他是說練習表達一樣東西 他就是不會表達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麼說 不會啊 不會表達 就是要練習啦 因為現在在二樓 你要在一樓吧 一樓啊 現在在二樓啊 他這樣還不會表達 到底還有誰會表達 不是啦 要他練習 就是要他練習 講會本裡的東西 對 沒有 我們沒有要他那麼會表達 多做一些 嗯 吃飯就吃飯 所以要睡覺 洗澡就洗澡 嗯 耶 然後他明明就都會 纏了你講一堆理由 講一下他還要幹嘛 還要怎樣 還要怎樣 還怎樣 來 孫小雯來 那你先講 現在要幹嘛 要說什麼 沒有 要說什麼 好 好 拜拜